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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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店主也会挖空亲子在装修上面来吸引他们的眼球 据说半年店铺就会重新装修一次了 那么除了装修 还有一个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是一定要是最流行的音乐 从新盛一时的三里屯酒吧到如今火爆的工体西路 北京的夜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那我的朋友告诉我 其实最早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叫做工体100的保龄球馆 那包括明星在内的一些年轻人都喜欢到这里来玩 那从2003年开始 类似于这样的夜店就不断地在工体西路涌现了 呃 几年下来就达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规模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些夜店会集中在工体西路的附近 那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这个附近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他们喜欢来这里玩 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越来越国际化 因为这是年轻人比较常来的一些地方 所以你会感觉到很热情啊很很朝气蓬勃 有一种新北京的一种感觉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 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 然后重点我觉得还是一种氛围 年轻的氛围在引领这种 那么多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然后就是很开心 然后很很期待8月8号晚上8点钟开幕式 觉得觉得就是一个 就每个人每个人都在参与 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嘛 反正就是时间越近会越来越期待 年轻人在夜店玩过之后呢 一般都会找一家餐厅 坐下来和朋友好好的聊聊天 所以呢也使得公平西路的附近出现了很多的时尚餐厅 那这些店铺不仅要满足顾客的味觉 还要满足他们的视觉 很多人都说公平西路有很多的很新的出入 所以你在夜店里面如果没有看到 不如走进这些时尚餐厅图住地 你真的可以见到你喜欢的那些 好好的 我吃第一次尝一尝 sto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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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現在覺得這是什麼嗎? 這是雲南的米酒 我是第一次嘗嘗一嘗 非常好喝 是酸甜口味的 然後有一點涼涼的 因為它有加一些冰 口感非常的好 然後非常的清爽 第一次到北京應該是在我的中學二年級吧 那一次是參加學校的夏令營 所以是跟很多同學一起來到北京 然後有去很多一些 類似於長城啊 然後故宮啊 銀河院啊 這樣的一些地方旅行 哦 河眼魚 河眼魚 這是魚頭 這是魚身子 這是魚尾 嘗嘗 這意味著你會把我拿筷子的姿勢拍進去 嗯 果然是酸辣口味的 哈哈 很好吃 然後 因為它上面有一些辣椒醬 所以就是有一點點辣味 但是又不是特別辣 然後魚很嫩 因為是鱸魚嘛 然後 因為有荷葉 鋪在下面 所以有荷葉的清香味 傳遞火炬那一天 我有一種 有一種 不太一樣的感覺 就是說 很多時候 在舞台上面的時候 然後有 有很多人在為你喝彩啊 在為你鼓掌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時候自己一個人 然後 大家在為你歡呼 但是在傳遞火炬那一天 我的感覺 是 呃 我去參與到所有人當中 然後我是其中的一份子 然後我去參加奧運會 呃 我去參與奧運會 然後我自己很快樂 嗯 我覺得 這是 這是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哦 鳳梨頭 菠蘿飯 我已經聞到甜味了 我已經聞到菠蘿的味道了 嗚 好亮啊 亮晶晶的 嗯 感覺是 很 甜的 但是呢 又不是很甜 有一點菠蘿的味道 然後 有一點點酸味 米飯的感覺是 很糯 有點像糯米的感覺 但其實不是糯米 挺好吃的 在這裡呢 其實每一家食尚餐廳 大家都看到 在雙手上面 花費了不少的心思 因為他們想要給顧客營造的感覺就是 視覺和味覺的雙重享受 那一般來到這裡的 顧客呢 一般會點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一些 冷飲啦 一些喝的東西 然後就還有 就是有 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小菜 一般 點一大桌子 點一大桌子 點一大桌子菜 然後大吃一頓 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因為來到這裡的人 一般都是一些 比較年輕的人 還有就是一些 比較時尚的一些朝人 他們在對自己的身材的方面 是非常的注意 所以一般不會有這種 吃很多的這種現象 奧運期間除了一些 為奧運加油的活動 之前有定下來的 別的工作 基本上都不會再安排 會自己會去關注比賽啊 去加油啊 想看跳水 想看乒乓球 其實跳水我自己都挺喜歡的 中國夢之隊 然後乒乓球的話 我比較喜歡張英明 你覺得你是北京人嗎 蛤 我是四川人 雖然不算久吧 但是 因為我工作的重心都在北京 所以我覺得 我也算棒一個北京人吧 嗯 我還要吃吃不喝嗎 雙手上面都花費了不少的心思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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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t of the world